那么另外他刚才提到的大人们 我们以前有好山好水 有美丽的山河 那么到底我们未来应该要怎么做 大家一起行动呢 今天大人们也录制了 或者是在现场要提到大家的闭幕的致词跟内容 那么我们就先来看影片的部分 有四位已经录好了影片 我们首先来看的是台中市议会 严厉敏副议长 他为我们带来的闭幕的致词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大家好 我是台中市议会副议长严厉敏 地球暖化造成的气候变迁 已经对世界造成严重的影响 环境保护的工作已经迫在眉睫 虽然工业化和科技化带给我们便利 但也直接的破坏了我们的环境 自然资源也正在逐渐的枯竭 现在全球每年有600万公顷的土地沦为沙漠 2000万公顷森林在消失 海平面上升 气候异常 北极熊的家也正在消失 不光是各国政府 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异物 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 透过漫画生动有趣的呈现 是非常有效的教育方式 让我们的孩子轻松的理解现在面临到的环境问题 节能 减碳 爱护环境的观念 从小培养 才能够让我们以及下一代注重永续发展 并升值人心 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以及对于环境保护的付出 祝福今天的论坛能够圆满顺利 让我们一起爱护地球 为环境保护尽一份心力 好的 谢谢严厉敏副议长 接下来是新世纪形象管理学院的创办人 石永齐 石教授 也为我们带来了他的闭幕支持 我们一起来听 真是开心 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了 今年是我们第2022年全国环保动漫行动年 行动节的开始的日子 我很高兴 也很荣幸 接受黄志勇 黄执行长的委托 来做一些闭幕的讲话 其实我在很长久以前的时间里面 当时我在时报文教基金会里面工作的时候 就对我们的环保活动非常的认真 当时我们办了很多的环保 其中有一项是叫做 种两千万棵树 救台湾水源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都办了很多的活动 包括环保的摄影 环保登山 健行 还有我们减食垃圾这一类的活动都有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当时我也到各个学校里面去讲课 我还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当时 替盲人来讲怎么样省水 今天我们这个活动就即将要结束了 在这个活动非常热烈展开的同时 我们也非常的恭喜我们这些小朋友们 你们为了自己的环保 在这世界上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 我们也相信在这些贡献之后 你们会对环保有更深的认识 让我们大家共同来一起来拯救地球 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 我是石永齐 我在北京祝福大家有一个快乐 愉悦的暑假 谢谢大家 谢谢 非常的感谢石永齐教授来自北京的祝福 刚才我们有从台中来的 还有从北京来的祝福 接下来是第二代电视台的叶树三等间 谢谢黄老师邀请 能够在这次的环保漫画比赛当中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环保的看法 其实环保就是一种生活态度 也是落实在生活里面的习惯 这次小朋友能够把自己的想法 还有自己已经在做的 或者是将来希望大家一起来行动 一起做的都画出来 相信会很有很有影响力的 我从事媒体工作40年 我相信媒体的力量 而小朋友的这一些的创作 相信集合在一起 就会在媒体造成非常大的推动的力量 未来的环保工作 就靠大家一起来努力 祝福大会成功圆满 也祝福大家 希望我们的环保工作 落实在生活里面 可以越来越圆满成功顺利 谢谢 谢谢叶总监 接下来是AMT亚太行销 数位转型联盟的协会的 吴秀伦副理事长带来的祝福哦 各位关注我们的环保小英雄 同级家长们大家好 我是自策会品牌公司的 董事总经理吴秀伦 也是AMT亚太行销 数位转型联盟协会的副理事长 首先我恭喜今天的环保 线上论坛活动圆满成功 我也恭喜各位环保小英雄 取得SDG的证明 顺利的解业 我非常佩服黄老师这几年在环保工艺上的努力 非常的令人钦佩 我记得我多年前迎接黄老师给台尼国际纵向集合 我们一起推动 盼黑的循环经济 一起推动环保的下下扎登的教育 然后办理环保漫画竞赛 还有特制的环保漫画书 后来这些漫画书 好几万本都顺利的进入了相关的图书馆跟校园 回想也非常大 非常的成功 这个就是企业CSR跟环保的教育 跟环保的知识 跟环保的这个公益团体 结合的非常的CSR的一个失败 那我相信地球只有一个 就是大家感受到最近的极端气候 不是非常的冷 就是非常的热 真的是蛮吓人的 我相信有黄老师的努力 还有各位家长 各位环保小英雄的一个共同的认同 还有各位组织知识伙伴 大家在共创 就是在这个共好的一个精神下 甚至是群策群力 地球一定会更美好 我们的环境一定可以永续发展 我祝福大家也恭喜大家 祝福美丽的地球 谢谢大家 非常的谢谢副理事长 给我们的闭幕的支持 还有刚才以上有四位 那么今天也有三位 现场连线的方式 可以在现场给予我们闭幕的 一些勉励跟祝福 那么第一位 刚才其实在回答同学问题的时候 已经有她的身影了 但是因为我还没有完整的介绍她 我就介绍一下 是我们主办单位 台湾教育资深人员协会的 副理事长王贝斯小姐 她今天也要连线 来为我们做闭幕的支持 欢迎王副理事长 大家好 我来跟大家谈一下 刚刚一个多小时 我们看到了哪些东西 各位好 我们是主办单位 台湾教育资深人协会 我是副理事长王贝斯 这一次我们协会首次召开 全国环保小英雄行动线上的论坛的支持 刚才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我静静的聆听 真是令人感动的时刻 许多孩子与专家们共同探讨 与专题的发表 让我们对于孩子与地球美丽的未来 有更多的想象了 虽然现在国际提出了2030 2050要近零碳排 端看今年夏天的酷热 事实上那是很困难 而且是来不及的事情 大人们 你们不断的要追求所谓的高的GDP的经济发展 想要生活舒适的提高 各种污染在这100年来 成了数十倍的大幅成长 要恢复干净的青山绿水 与干净的生态 是真的很难吗 但是再难我们还是要做 就如同闭幕的学生代表 宜兰县学进国小三年级的赖品颜 他说的哦 希望我们大人能够停止无穷尽的欲望 减少过度消费 造成地球的破坏 小朋友们都开始动手爱护地球了 也请我们的大人 不要只是嘴上说说 但是却越来越浪费 我们要和孩子们一起用具体的行动来救地球 各位大人们 小时候的我们有好山好水 有干净的河流 为什么让现在的空气品质不佳 河水黑色而且乌臭呢 也让这个土地还有海洋都变样了呢 所以我们大人要开始行动起来 救地球让孩子们也能拥有 我们小时候的美丽大地 身为一个多年的教育工作者 过去我们育人交人是我重要的日常 但今天起我们你们大家没有不分彼此 必须行动起来 将孩子与地球的美丽未来放在第一顺位 期许在本次全国环保小英雄行动现场论坛之后 我们一起让孩子们在未来 不仅是生活上的环保实践者 更期许我们能够培育出一批精英的环保小科学家哦 发明新科技解决现在地球上的各种污染 因为啊 当地球与生态都消失的时候 我们人类也无法生存了呢 是不是啊 今天感谢主持人 感谢黄校长 感谢各位所有参与的大朋友小朋友 我们一起开始来行动吧 谢谢各位 哇 很谢谢王贝斯副理事长哦 给我们一个这么棒的一个勉励 现在真是到了我们一个彼此交又互相学习的一个时刻了 我相信今天可以感受得到 大人小孩不同的观点 但是如果堆叠堆加起来 就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 剩下就是我们的行动了 谢谢王贝斯副理事长给我们的鼓励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再请林学贤执行长 刚才跟我们讲还在外面做这个参访的林学贤执行长 那现在是不是有来到我们的线上呢 能够跟我们连线来做做闭幕的致辞 OK的来欢迎您 OK好 那你好大家好 我现在其实在游览车上 哦又上车了 那当然首先就是我们针对今天来出席参加这样的环保 我们这环保的支持的一个论坛的所有好朋友跟小朋友 那相信我们今天这样整个讨论下来 整个论坛是相当成功的 尤其是刚才听到很多小朋友很精彩的分享 那表示说小朋友对我们这一次论坛的一些主题 还有所要表达的一些东西都已经相当清楚了 那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要开始行动 我们就要开始行动了 那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环保的线上的论坛 除了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样活动以外 其实我们志永老师 其实他在明天 他在明天下午他还有一场针对这个论坛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分享会 那那个活动连结其实我都有放在讯息里面 那欢迎大家明天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论坛的分享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8到10月 我们会有系列的课程 这课程是完全免费 那就是针对所谓的净银排放 净银排放我们怎么样做到这个环境永续 那有很精彩的课程 那我也把那个课程连结也贴带讯息 那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一次的线上论坛 我们就一起开始来行动好不好 那我们再次这个恭贺 我们这一次全国环保小英雄的行动现场论坛 这是很大成功 好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林学贤直信长 先恭喜您又往前进了一步 刚才在参访现在在游览车上 可以前往下面一个目的地了 也谢谢您提醒我们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 后面有许多的课程或者是活动讲座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而且我们是要保持关注 我们才能够赶得上这些的行动 愿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好的 但最后我们还要再请到何如仪总会长 他也要为我们带来闭幕的致辞 我们就有请何如仪总会长 好 来 谢谢大家 我是新北市中小学家长会长协会 文山区的总会长 我非常的欣慰 就是前几天我才跟大学端的环保团体做了研讨 然后现在又跟小学生的部分来做研讨 我觉得我们在往下扎根的这一个部分 也因为黄理事长的就是这一本漫画的关系 所以我们结了缘 然后我希望呢 这个漫画呢 其实就像黄理事长讲的 希望是有很多的孩子可以人手一本 因为我觉得我刚开始回来的时候并没有看 说实在的 因为我才没有时间看 但是呢前几天我拜读了一下 大家光是联合国的 那个环保白书的部分 引进去点的部分 我希望孩子们能够多看才会知道说我们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当然原则上今天参加这样的活动 也谢谢104的引荐 让我们家长们在家长端这部分能够有更深入的了解 让我们能够继续一起加油 尤其是我知道明年的活动也许在新北市 所以我希望新北市的孩子能够更深刻的了解这个议题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加油 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何如仪总会长 您的这个祝福真让我们看到我们不管是老师端 学校端 同学端 还有家长端 我们整个的这个力量把它结合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力量 现在就是我们出发来行动的时候 今天呢我担任这个主持人真是觉得是特别特别的荣幸 因为能够有机会参与到这么一个令人感动的活动 大家也一直留在线上有许多宝贵的分享 甚至有的人也只是默默的聆听 但是都一直参与着我们 哦我也好感动啊 我知道李喜烈你不要再恨我们人类了 你今天看得出来我们大家都会继续的努力哦 好的我们一起加油 好那我们就一起加油 那么我个人在这边聆听 在最后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感受 我真的觉得我们希望的种子已经撒下去了 其实我本来是要说是我们撒下了种子给孩子 但我现在觉得孩子们也撒下了种子给我们 我们互相都在彼此的内心中撒下了环保的种子 而剩下来的就是我们如何的来一起的行动了 那么希望孩子继续能够对环境教育有一些4D上面 比如说Discovery Define Design Deliver 各种的一些的学习 那么同时也希望未来永续的发展 是在我们孩子们跨领域高创造力社会关怀跟热情的心态底下 我们一起来进行的 呃大人们的努力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孩子们你们接棒的时刻了 希望能够继续传承我们永续的绿色的美丽未来 希望我们大家手牵手 心怜心一起加油 迈向美丽的世界 美丽的未来 拜拜 谢谢大家 我们再见咯 拜拜 拜拜